5月19号星期二了 早安我是Brian宜斌 你在收听的是全马第一家的中文财经资讯台 City Plus FM 早安你好是德财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收听我们的古镜早班程式向前行 先来关注我国新冠肺炎最新的疫情数据 截至昨天中午的12点 国内新增的确诊病例是有47宗 所以我们看到累计的确诊病例 已经是达到了6941宗了 那就快迈向一个7000大观的数字 没错 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47宗的新增确诊病例当中 有21宗是境外的输入病例 26宗是本土的传染病例 涉及外籍人士的病例则有17宗 此外我们看到卫生总监 多诺西山他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就说 昨天康复出院的病例是有44宗的 累计出院的人数已经是有5615宗 或者是相等于病例总数的80% 还有根据卫生部危机还有应对中心 CRPC的投报 昨天是没有死亡病例的 所以累计死亡病例依然是维持在113宗 死亡率为1.63% 至于我们沙拉越这里则是有一个好的迹象 只要这个零确诊的新病例的记录是能够坚持再多9天的话 沙拉越境内所有的地区有望全数是转变为绿区 沙拉越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 那都是李沈桂贤 昨天傍晚在这个脸书贴文当中 他就透露说 沙拉越已经是连续5天出现这个零确诊新病例的情况了 所以他因此就呼吁说 沙拉越人民要继续扮演自身的角色 做好自己的这个本分 并且团结一致 以便是能够成功的预防第二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 那与此同时呢 他就说明说 这个基于任何公众聚集的地方呢 都将带来病毒传播的风险 并且可能导致这个新感染群的一个出现 所以沙拉越呢 灾难管理委员会就决定要禁止 这个小酒馆音乐咖啡厅夜总会 还有娱乐场所开门营业的 所以记得这些东西吧 这些店呢暂时是还没有开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要来一个玩具之类的 那我们可以用另外的一些形式 那当然下星期呢 我们就会迎来了开灾节 那在后个礼拜就会迎来这个打雅节 就是非常热闹的这个季节 但是呢 今年是遇上了这个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嘛 所以沙拉越警方针对这件事情呢 将会严厉的加强 沙拉越所有的这个路障的检查工作的 那一旦查获这些违反者呢 将会依法处理 所以民众呢就别想趁着开灾节 或者打雅节啊 偷偷跨县跨省的去回乡过节 或者去拜年之类的 那沙拉越警察总监 都爱迪伊斯迈昨天呢 就提醒沙拉越的这民众 继续的遵守有条件新管令 共同来防止肆虐我国的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继续传播 那这里也看到从本月13号到17号为止呢 我们全沙拉越各地的这个警察总部 已经收到多达307782分的这个跨境的申请了 这个主要就是沙拉越境内的一个跨省 还有跨县的申请了 那在这么多的一个申请当中呢 警方已经是批准了其中的28657分 那其余的2125分呢 则是被拒绝的 那另外呢 截至昨天为止 警方呢 也接获多达27740个 来自不同经济领域的复工通知 其中有20240个呢 是在线上的一个通知 另外呢 有7500个则是在电邮上面的通知 那大家其实也相当的担心说 接下来东马这边 就是连续两个礼拜都是有长周末 然后有这样子佳节的到来 那当然也明白这些 我们的这些族群 这些朋友在自己的佳节里面 一定是很开心 然后想要庆祝一番 但是因为遇上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加上现在的有条件的行动管制令 所以我们就一直听到 我们的这些政要 或者是这些高级官员 一直呼吁大家 就是做好这些本分 所以跨县跨省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我们真的是control好自己 如果你的脚真是要踏出去 开始要上车的话 把自己劝旁边的人 把你拉回来吧 因为我可以预见说 接下来这些路障的警察 会非常的严格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这样子 本来应该可以好好休息的日子 反而惹上这些事情就不太好了 是 依然还是那句关键词 就是stay at home 大家在这段期间 依然还是要留在家里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它其实是还没有真正的结束的 大家也不要开心的太早 现在才是真正一个关键期 观察期 对 而且就是人流将会很多的一个时期 来临的星期日就会是开灾节了 那开灾节之后就会有达雅节 所以这两段期间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我们必须要一起配合 我们才会看到这一个疫情受到控制的 那等到这一波的这个佳节过后呢 可能这个疫情就会稍微的缓慢下来了 所以就希望说大家的这个配合 我们会得到一个成果吧 是 如果真的很想念就是亲友的话 在这个佳节期间 线上有好多的平台可以让你见到他们的 大家就善用这些平台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跟你跟进其他的消息 早啊 你好 是德财 Good morning 我是Brian 宜斌 根据卫生总监拿多诺西山呢 他就指出 我国境内这三天来是有多达2931个车辆 是尝试要跨州返乡庆祝这个开灾节的 那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一个状况 他就说我国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呢 虽然是逐渐的减少 那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呢 民众是遵守这个SOP的 而大家呢 也看到了这个积极的一个成果 那现在呢 我们即将迎来这个开灾节 民众呢 更应该要持续的坚持下去 他就提醒这个民众呢 我们必须要保护家中的这个高风险群 因为从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当中 不难看出就是老人 儿童还有免疫系统比较弱 又或者是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呢 他们的是这个高风险群 是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数据吧 截至昨天呢 国内6941宗的确诊病例当中呢 有961宗或者是占了总数的13.8%的 这些患者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那12岁以下的儿童有318人 也就是占了总病例的4.6% 那从这个并发症的角度来看呢 截至17号为止 也就是在星期一哦 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一那一天 哎 星期日那一天啊 有744宗呢 也就占了10.8%的确诊病例 是患有这个慢性疾病的 那包括了这糖尿病啊 高血压 肾病 还有这个心脏病等等的 另外诺西山也表示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在今天 开会讨论如何针对这个标准作业程序 采取一个执法的行动 包括对那些儿童啊 就是父母亲把这个儿童带去商场的家长 可能要对他们采取一些行动的 是 因为如果用说的没有办法 阻止他们把孩子带出去的话 那可能就要用法律来进行一个执法的行动了 他就说目前国家安全理事会 还有卫生部呢是以温和的方式 来劝告那些违反SOP的这些民众 那尤其政府呢 也已经对于那一些带着儿童 去到公共场所的家长是好言相劝的 但是看来许多民众呢 是依然还是不听劝的 所以政府呢就考虑 对那一些没有预约之下 就带儿童去医院 又或者是商场的这些家长 会采取一个行动 那诺西山就坦言说 卫生部呢确实担心 国内这个病例啊是会飙升的 因为从其他国家的这个例子呢 已经是可以看得出了 就是每逢来到这个家节的期间呢 就会有一个确诊病例的增加 所以简单来说呢 民众如果是能够继续的遵守这个SOP 疫情才是会受到控制的 但是如果民众是不遵守的话 那政府呢 只好采取其他的加强执法的方式 比如罚款等等 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言相劝 如果不听的话 没办法就只能够用比较强硬的一些手法 这是可能我们政府的一个意思 也因此呢 诺西山就强调说 只有在全民都遵守这个标准作业程序的情况之下 我国才会考虑实行一个退场的策略的 如果人民不遵守这个标准作业程序 那政府可能就会考虑原厂 这个有条件行管令了 那当然如果人民乖乖遵守这个标准作业程序呢 可是国内的这个新增的确诊病例 却依然维持在双位数的一个增长的话 那政府可以考虑有更多改变的一个退场策略的 所以我国如果在接下来两个星期 在这个有条件行管令之下 新增的确诊病例依然可以维持双位数 那么有条件行管令可以说是成功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诺西山 在昨天的这个立场新闻发布会当中 他是不断的苦口婆心 而且是促起民众一定是要时刻的遵守这个SOP 标准作业程序的 那尤其就是佳节期间的互相拜访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应该是要能免则免的 只是这个自己在家里啊 或者是跟家人庆祝一下就好了 以便是能够截断我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的 病毒的一个传染链 他就说卫生部呢 虽然是没有推出政策禁止人们互相拜访 但是卫生部就强烈建议 所有人呢今年应该是不要出门 互相拜访又或者是前往目的祭拜的 我们之前就看到本地就沙拉越这里的首长就说 所谓的这个过节呢 就是开在节就一天的这个庆典而已 尽量大家庆祝一天 而且是不超过二十人的 甚至是大家是直属关系 所以如果没有真正血缘关系的话 就不要串门子 还有我也想到一个点是说 如果在这个佳节期间被拍到 或者是不小心有一些照片流传 流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大家聚在一起拜年的话 那怎么办呢 如果被有关当局看到的话怎么办 其实这些都存在着一些风险 可能会被带去了解一些状况的 所以大家就乖乖的 就一年而已啦 大家就乖乖的在家 明年我们基本上 应该是可以回来庆祝假节的吧 当然有好几次我们都有说 这一则新闻呢 主要都是比较关注在 庆祝这个开灾节 还有达雅节的这些友族朋友们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在节目当中 也是提醒我们的这些华人啊 华裔朋友们 就是不要趁着这段期间 去凑一个热闹 打麦啦 对 又或者是去度假这样子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是不适合的 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话 就把这些机会 留给我们的这些友族朋友们 好让他们可以流动 那我们身为这个 也是友族同胞 就是华裔同胞呢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留在家里的 是 我们的早班程式向前行呢 等一下回来会给你关注更多 CBS让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早安 你好 是德财 早安 我是Brian 昨天5月18号呢 是我国国会历史性的一天呢 因为在历史55分钟的会议之后呢 国会就顺利的结束了 那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呢 是在昨天早上10点 就抵达这个国会大厦 而在议会厅里面呢 下议院的秘书呢 就率领祈祷之后 那议长就宣布 这个国会会议呢 是正式的开始 那陛下呢 是在早上10点半左右 就步入这个议会厅啊 并且发表这个施政预词 那而在这个宣读 宣读这一个施政预词之后呢 国会下议院的议长呢 丹斯里 莫哈默阿里夫呢 在早上10点55分呢 就已经正式的宣布 这个国会是休会了 不到一个小时啊 就完成了所有的程序 那我们就稍微来关注一下 我们元首 国家元首这个施政预词吧 那阿都拉陛下表示说 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木尤丁 是在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之下呢 有资格被委任为 我国第八人的首相的 那陛下指出 前首相敦马在2月24号就宣布 辞去这个首相的职位嘛 那当时陛下就曾经就劝我们的敦马 说不要这么做 但是我们的敦马就一意孤心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所以陛下就根据这个联邦的宪法呢 履行责任再委任一位新的这个首相的 那陛下也在隔一天 也就是25号和26号 跟一众的国会议员面谈 了解说这众人的议院 甚至有好几名政党领袖的请求之下 也延长了各政党 公布首相人选的这个期限的 以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 以比较民主的方式来做出这个决定 嗯没错 陛下就表示说一场竞赛呢 终归是要有结果 那国家的政治动荡呢 是不能够一再的延长 没有尽头 而在经过所有的这个过程之后呢 本身就确认了 就是慕尤丁是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所以有资格受委这个第八任首相 那苏丹阿都拉他就强调说 新首相呢是在透明还有公平的状况之下 领选出来的 就是符合君主立宪 还有议会民主的制度 他也因此呢就是劝勉国会议员们啊 就是不应该要再让国家陷入充满不确定性的 这个政治动乱当中 也提醒国会议员们就是应该要以声作则的 向人民传达正确的这个价值观 那苏丹阿都拉陛下呢就尤其强调说 就是不同的这个意见呢 不应该要演变成就是互相的仇视 还有互相的辱骂 反之呢应该是要激发新的想法 以便是能够建设还有团结国家的 他就表示说国会议员们应该要表现出 成熟的这个政治态度啊 就是包括要了解民困 为民请愿 抱持这个公正的原则 干净的这个政治文化 以及不触碰关于宗教种族 或者是马来王室的 这一个相关的敏感课题 我们看到我们新冠肺炎的疫情 稍微和缓下来了之后 政治的新闻也就回来了 OK我们来看看西蒙这方面吧 似乎他们也没有想要放弃的这个意思啦 因为这个土团党的会长敦马就直言 有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所领导的 这个国民联盟政府呢 目前只是掌握一个微弱的多数议席 只要有两到三名的国会议员 换边支持的话呢 国盟政府其实就是会倒台了 敦马就表示 只要有机会提成 对首相慕尤丁的不信任动议呢 也就有可能获得 执政党议员的支持 他说如果没有国会议员 要提出这个不信任动议的话呢 没有人会知道 国盟政府的支持度 其实到底是有多少 那当然记者也是有问敦马说 你自己是否也掌握 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呢 敦马就回应说 提成不信任动议是 每一位国会议员的权利 这其实无关胜负的一个问题 他认为只要国会议员 发现政府的表现 对国家不利的话呢 那就有权利提成 这个不信任的动议了 当然来到这课题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可以让我们知道 012787 1925 012787 1925 那如果这个不信任的动议 他真的是顺利的可以被提成 而且确定说 慕尤丁是没有得到 这个多数国会议员的 这个支持的话 我们又要变天了是吗 我们是不是又要换首相呢 这个首相是不是不到半年 又要换呢 那这样子对于我们 整个国家的发展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凭心而论 就是凭良心讲 大家真的是愿意看到 国家一再处于一种 政治动荡的局势吗 因为我们现在要对抗疫情 然后一些对外的这些贸易 或者是对我国的投资 大家都没有这个信心 再一次动荡的话 对我们有帮助吗 其实大家要好好的 细细的思考一下 也包括我们的这些 国家的这些领导人 当然很多人都说 如果是以这个首相慕尤丁的 这一个方面去讨论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是一个后门政府 然后之类的 他应该要下来 但是如果是以长远 长期的一个规划 就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来看的话 又好像直接把这个 慕尤丁拉下台 又好像摧毁了 整个国家的经济 所以有好多个角度 都可以去探讨的 那我们也很想要听到你的意见 欢迎你发送你的意见进来 012787 1925 012787 1925 又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 那里就可以跟我们 一起来进行讨论 这里是程式向前行 持续关注国境City Plus 出现是 20127 2013 2014